大家好,现在币价低迷,电费成本占比非常高。 如何省电和省电费会直接影响到每个矿工的直接收益? 今天群里有朋友问我, 知不知道风股和阶梯用电最终的电费会相差多少? 以前由于电费占比不算高,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, 今天突然有人提出, 我觉得还是要仔细算一算。 通过网络我搜寻了几个城市的电价标准, 基本上各省都不一样。 每个省里的不同地区城市有些也不一样, 对于风股的时段划分仍然是不一样。 如果要做个统一的对比计算,工作量会超级大。 所以,本期视频就对比一下广州、深圳两个南方主要城市, 先看一下风股用电能不能省电费,能省多少。 首先,我们看一下深圳的电价标准。 通过这里可以看到,风股计价分为风, 平股三个区间,风期和平期没有再分档次。 计价单位是分,111就是一块一毛一, 作为民用店来说,价格是真的高。 然后在股气这里,就分成了三档,一档是基础价, 二档和三档就按照对应的增量电价再加上基础价。 第三档加的幅度比本身基础价还要高。 我们把这些数字摘录一下,放到表格里面计算。 从这个表中先看一下,风期7小时,平期9小时, 谷期8小时。 然后以每天100度电为例,平均每小时耗电4.17度。 由于电价分档是对应谷期时段, 因此我们还要计算出, 每天平均能使用一档和二档的用电量。 按照一档每月260度的标准除以30天, 每天就是8.67度。 二档是260度到600度, 每天能使用11.3度。 最后通过计算, 就能算出深圳每天使用100度电, 用电设备功耗持续平稳的话。 使用风骨电价, 每天大概的成本是69.83元。 然后我们对比下默认情况下, 阶梯电价的用电成本。 这种方式下, 计算就简单多了。 在扣除第一和第二档的使用量之后, 再把第三档用电量计算出来, 再乘以对应的电价, 就能得出同事在100度电下, 每天的成本是90元。 转换到风骨用电后, 节省比例已经超过了20%, 可以达到21%至22%。 这就是深圳的情况。 我们再来看一下广州的情况。 广州的风平骨时段分布和深圳是一样的, 有所不同的是, 这个表里面没有体现出骨气垫价的分档情况, 难道是骨气不分档吗? 用电政策这方面我也不是专家, 所以还希望了解的朋友补充一下。 反正先按这个表里的数据来计算。 计算过程和深圳的大致相同, 只是价格和分档不太一样。 拿这里直接就把结果给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。 风骨用电, 每天100度, 用电成本是59元, 深圳是接近70元, 广州要便宜不少。 再看看阶梯店价, 用电成本是82元, 深圳是90元。 最后看一下, 节省的比例也比深圳大一些。 不过这里不排除刚才那个价格表里, 没把分档店价列出来试个坑, 即便如此整体还是比深圳用电成本更节省的。 最后看一下上海的情况, 这里我就不计算了, 逻辑上都差不多。 上海的政策情况不太一样, 先是没有平期用电计价, 只有风期和古期, 时段划分也不一样。 然后风期和古期都各自分一二三档,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自己计算一下。 好了, 本期分享到此。 谢谢大家, 拜拜。